客户开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好 我们先点这个总览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主要就是在谈使用者 我们的使用者呢 主要热门的管道是从 我的学生是由Google搜寻引擎 搜寻进来的居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假设 你看像例如说别人在搜寻 搜寻我的名字 他可能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 我实际做给你看 这个透过Google搜寻引擎 找到的内容 所以我到Google 然后输入我的姓名 就只要打我的姓名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Enter 这边可以看到什么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 孙再阳电脑教室 他排在第二个顺位 第二个顺位的意思 是指说 只要请你们记住一件事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做一个网站 像例如说你也可以做YouTube 这个YouTube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是Google公司的 他会把他旗下主要的公司 例如说YouTube抓下来 放在第一顺位 再来Google site第二 就是我这个网站 所以其实很容易找到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那在这个地方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是透过Google搜寻引擎找到的频率 那你记得如何让别人搜寻得到 记得要到Google我的商家注册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那有可能它是经由内部的方式 不是经由搜寻引擎 举例来说我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点点这个孙再阳电脑教室 这个就算是direct不是透过搜寻引擎的方式到这个网站 好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要拉回来去讲什么叫做客户开发 我知道了我有这样子一个特色属性 所以请问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网站 让更多的人搜寻得到 所以你要先去Google我的商家注册 方便别人搜寻 再来在这个地方工作阶段的一个呈现的情形 还有还有像这边看到跳出率 那这边可以发现这个跳出率比较高 这种跳出率是比较高 就是当他今天从这个地方连接到我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发现这不是他所要的 然后跳出 他只看了第一页就跳出 有 所以这个就是跳出率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那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然后接下来这是总览 然后接下来是所有的流量 所有的流量 那主要是这边你可以去设定时间 来去看他的流量 然后接下来树状图 树状图 树状图它这个呈现的主要意思就是说 这占大多数 超过超过 例如说三分之二以上 全部都是用这种工作阶段 工作阶段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新使用者的新树状图 这边也是可以看到 所以我的我的使用者 是以这个新的 这边所找到的新的使用者居多 这是什么意思呢 新的使用者 透过这三种不同的管道进来 然后主要还是以这个 网页搜寻的方式搜寻到为主 好了 那来源 来源的话就是 看是透过什么 Google搜寻引擎直接 还是用其他 其他 这个不晓得是哪一个学校 名字吗 好 然后还有 并并是微软公司的搜寻引擎 这是雅虎的搜寻引擎 可以吗 好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 由微软公司的方式 然后搜寻到的一次 然后雅虎搜寻到的一次 好 名字三次 好 那 所以刚刚这边大概可以了解 我们从那个 例如说进来之后 然后就用手机 就直接跳走 好 这边出现三次 然后接下来来去参照网址连结 这边我完全没有使用 所以Google ADS 是要花钱的 他先提供给你1500块 让你第一次使用 然后使用没多久 你为了要打广告的话 然后就会一直花钱 所以在这个地方会 就是 就是 这是需要花钱才会有的 所以这边我完全没办法呈现给你们看 那这边必须要启动 必须要启动这个搜寻的一个 等于说是整合中心 我们才能够看得到 还有行为模式 一样来去看行为模式的总览 行为模式主要就是说 这些人他到什么网页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总览里面 就是大概这些你们都看得懂了 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可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网页 就是他把所有的网页 按照浏览的次数多管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看到什么 我的ecell资料分析最多 再过来就是大数据分析其次 然后再过来就是课程内容 所以你如果说要去看这个网页 他这边就有直接 直接点他 直接点 因为你们本来是不是有一个 反正你这边看到 你不晓得看到这个网页 好像是什么 102.36什么 没有关系 你这时候你就点这个 好 例如说我这边 我用 等一下 我刚刚是 总览 总览里面 例如说我现在要到资料分析 我点这个好了 然后他会直接到这个网页 但是在这个地方 点他 为什么网页不通 然后应该是点 点这一个 不晓得 你们等一下点点看 应该你们这边是通的 可是我这边我点他 他是不通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能到了这个网页 你这边你看不清楚他的网址 可是你可以点他 你可以点他之后 你可以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网页的内容是什么 我希望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个网页的内容 只是我这边 我不晓得为什么 这边我是看不到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那个网页 是你应该会蛮关心的 那就请你们点点看 看你们可不可以点进去 因为这就是那个网页的连值 这就是那个网页的连值 这就是那个网页的连值 这就是网页的连值 它是一块数字 系统给的数字 但是不是给我们看的 看不懂 那那个刚老师有提供一个方法 是说如果你有看到一个小小的 这个图示 你可以点了 那就可以直接连到我们学校的网页 也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网页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说团然现在在行为的总览的话 行为的总览 它最下面的网页内容 预设选项是显示网页 就是它的网址 我们看不懂的网址 但是你可以点网页下面 有个网页标准 你就会把报表切成 那个网页的名称 那就是你制定的名称了 那就是中文名称可以看 那如果说是行为流程等等 他们预设都是看网页 就是看那个网址 所以如果看到有选项 写网页标准的话 就点下去 就会切换成中文 看得懂的字了 就可以直接看说 那个比较受欢迎的网页 它的标准是什么 好 那大概你们看得出来说 你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网页 分别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去看 刚刚已经看到大家的那个总览 然后可以看到网页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来去看我们的行为流程 网站内容 或者是进一步的分析 好 那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刚刚已经介绍到行为 那行为的总览 总览这边 这是我想要先跟你们分享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网页是什么 这个网页是什么 那接下来 这个网页的标题 当我点选这个 网站内容的网页标题 它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会呈现 呈现我的那个标题 我先给你们 我先请你们点下去 看看你们会不会出现 你们的标题 好不好 会吧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用标题来去看的话 你是不是就会比较清楚 不好意思 画面就用一下 你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清楚知道说 你的网页谁比较频繁来去观看 可以知道 或者是哪一个网页是比较多人来去观看 好 那我们现在做一下调查 好吗 请问各系 各系 你的第一名是不是都是 自己的首页不算 明治科技大学什么什么系 那个不算那是你的首页 可以吗 你下面的网页最多最多的是不是都是专任教师 什么介绍 四字的介绍 差不多 对 还有什么系 像这个校务中心它最多 因为他不是他这边没有老师 校务中心 所以他最多是最新教学 最新教学 这是合理的 你是哪一个系 教师中心 现在应该就是 最合理吗 合理吗 有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大概可以知道 就是说你这个网址是被谁来去观看 然后最最频繁被观看到是什么 你就可以去截这张图来去画图 来去说明让别人去了解 还有这边站内搜寻 对不起画面就用一下咯 这边当我点这个站内搜寻 我刚刚是不是 这边可以看到网页 网页的内容 网页标题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搜寻 搜寻 我完全没设搜寻 所以他这边排不出来 但是你们应该有 你们 例如说机械 机械系 应该有站内搜寻 那时候应该这边会排出来说 别人在这上面打了什么 这是最多的 可以吗 等一下请你们看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事件类别 事件类别我们不看 请你看一下你的搜寻 因为我那个网站没有设搜寻 引擎 所以麻烦请你们来去看 你们的网站里面的搜寻 制词 什么词的频率出现最高 那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还可以看到行为流程 你看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到这一个网页 然后接下来他快速的到这一个网页 也就是他从这边到这个地方 他从这个 这个资料分析 他还会到什么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他的一个就是 例如说他看完了这个网页 他还会到这个办公室应用 他看完到这个KEM SUN的首页 然后接下来大部分是到这个课程内容 大数据分析居多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他是不是直接就呈现他的行为模式 到哪几个网页的一个流动的方法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行为流程就给你们参考了 所以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你透过这样子一个行为流程 发现你的网页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 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 再过来看一下 这是网站的内容 所以有所有网页 这边就是用报表的方式来去呈现了 这是报表 然后接下来这是内容深入分析 那内容深入分析 它就呈现一阶一阶的方式 它刚刚这所有网页全部都在这里 那内容深入分析 你就必须要点它 然后再去看 它把view下面又分两个 一个是KEM上1 好 然后分别看到它的浏览的一个情形 然后再接下来 你又可以再继续点它 继续点 它又有它的下一阶 好 这都可以提供给你们参考 再来什么叫到达网页 就是他把每一张网页由谁来到达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网页有70个使用者到达 然后这个网页有22个使用者到达 好 这就是他所谓的一个到达网页的报表分析 然后是从什么网页离开 好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跳出率的计算 就是有48个人 48次 48 27.91 就直接跳走 直接跳走 好 那接下来这边还有网站的速度 网站的 这边其实应该是 网站速度 因为我这边几乎都是零 它这边所指的是像例如说网页浏览 纳入网页载入取样 就是说 花了多少的时间 花了多少时间进去 好 那在这个地方几乎都是 很很快就直接连进去了 可是在这一天 11月15号 发生了就是说 花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顺利的进入网页 好 它只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然后操作时间 然后操作时间 就只有这个 超过了这个平均值 其他都是在正常 都是负的 这应该都是指说 你的网页 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可以在这边直接找到 速度建议 好 那例如说好了 它觉得这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呢 它需要载入的时间是1.67 这边有三个建议 你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稍微去看一下 好 那平均这边 page speed的分数 大概都有81到82分 但是它又给出几个建议 所以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如何提升我们的网页的速度 那使用者载入的时间 有看到几乎都是很快 很快 就直接马上可以载入到网页 站内搜寻 对 因为我没有站内搜寻 所以全部都是零 事件 发布商 没有 实验 还有转换 那下面 下面这些我觉得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这个管理 最重要就是这个管理 所以我觉得 多多少少让你们知道一点 像今天早上是不是有告诉你 这个追踪资讯 然后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追踪ID 好 那可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假设当你今天 你要把这个网站给别人的时候 又应该怎么做 这可以交吗 你这个网站你想要给其他使用者 一起来做管理 就像 直接爆料吗 还是说想要让他们可以形成这个账户下面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 假设 假设 你们上一节 例如说 你们叫 有人叫主任 有人叫 组长 什么之类的 他想要看报表 他想要看报表的话 你就必须要 把这个权限给他 他才能够在手机上面 安装 安装这个 Google Analytics App 然后他才能够看到那个内容 所以这边他们是不能做任何动作 好 我这样 我懂了 那 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这个网站 对不对 我要把那个管理权 给别人看 好 让他可以看下载这个GA 然后看到内容 好吧 那那个部分先跳过好了 我是要告诉各位 在管理 剩下管理这个部分了 管理他这里面是不是有账户 我这一个 我现在是不是看到这个网站 我现在是不是有这个 孙在阳电脑教室所有网站 那如果 如果我现在 我想要给 某一个使用者 他也拥有这个使用权的话 其实 可以在这边 使用者管理 这样子就把这个管理权限给别人了 好 那当然你们这边有 有 有那个 各系所 你只要看到这个内容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使用者管理是由 我们的图资中心 然后他把权限给各位 那到时候如果说你希望你的主管也可以在手机上面看到的话 那变成 变成你的主管一定要先登录到你们系所的那个GA的账号跟密码 对 那要跟谁申请就跟图资中心来申请就好了 就是 就是你那个账号密码可以给不止一个装置来去看到内容 好 那其实这就是使用者管理了 使用者管理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接下来我看这里面应该 还有 如果你真的 你真的要开始就是花钱去买广告 在这里 你一定要跟Google ADS连结 Google ADS Advertisement 就是那个Google的广告 这个Google广告的话 这是需要花钱的 就是买关键字 让别人搜寻 例如说假设你愿意花钱去把那个 别人 例如说把名字 就代表是名字科技大学 然后假设 假设今天你要做到这件事情 那是需要花钱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你看像我搜寻 我是不是搜寻名字 可是他会不会把名字科技大学 放在第一顺位 是耶 对了 因为首先 公家机关排在第一顺位 公家机关包含教育单位 那所以这边看到是第一顺位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今天不是排在第一顺位 你就可以透过买那个关键字 假设 假设我今天我的一个网站叫做 明字牛肉面 好 我想要把它排在第一顺位的话 你就变成必须要买广告 来画面就用一下 我 我是 我觉得说 假设你今天这个网站 就是我刚刚说 我刚刚是不是到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我想要把这个网站呢 的内容 让另外一个使用者 他看得到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要在管理 管理这个地方 然后使用者管理 麻烦你去新增 新增 新增使用者 然后输入他的电子邮件 然后看你要给他什么群现 这是很容易设定的 这一点都不难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 但是 你不能随意的把这个网站的群现 给任何其他人 好 那 我想我们的Google Analytics 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了 那 我再告诉你 请你再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是GA 然后 这是代码管理工具 最佳化工具 然后数据分析 然后 其中这个数据分析 这个数据分析 变成它有很多很多的深入分析 它就是Google公司 它自动分析 自动帮你算完的内容 好 那 我在 我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个 例如说CIMS 然后所有网站 就是我给你们稍微看一下 我这里面我就有 例如说CIMS 好 它的首页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它分析的结果是长这个样子 是不是跟刚刚的内容不太一样 可以了解吗 这代表是另外一个网站 所以一个人 他可以管很多很多个网站 然后去看到这些流量的分析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你可能 你可能还是要知道一件事 这边都是单一个网站的网站分析 我可以